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祝福你 今天很真实地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你经验在你所 今天在你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遇到的每一个人 人事物 你可以经验到 上帝很爱你 带你走这条路 让你经验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他的恩典够你用 上帝祝福你 在约瑟的身上 我们说17岁的约瑟 一个少年人了 17岁用今天的话讲应该高中生了吧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他身上 一起来学 怎么样可以更成熟地面对人生 他只是一个少年人 而上帝要用他 他是一个爸爸 爸爸的心肝宝贝 他可能很受宠 他也应该蛮乖的 不然爸爸也不会那么特别喜欢他 可是这些特质都不表示 他可以承担重任 一个要承担重任的人 需要更成熟 是一个成熟 有承担力的人 上帝在一步一步地训练他 可是我们先来看 在他的身上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功课 但愿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 看到更多 我自己 你自己 可以学的功课 约瑟所面对的情况是什么呢 圣经上说 他哥哥们都嫉妒他 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哥哥们讨厌他 所以同样做一件事 哥哥们的反应是嫉妒 同样这件事情 爸爸呢 却放在心里 哎呦 这个孩子做这个梦 有什么意思吗 我想跟你分享的是 哥哥们都嫉妒他的那个都 十个哥哥 十个哥哥都嫉妒他 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 有十个同事 中间有一两个人不喜欢你 大概很难 所有人都喜欢你 有一两个人跟你不对盘 也就是 一半的人跟你不对盘 你恐怕就要注意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都不太喜欢我 如果全办公室的人 都不喜欢我 我难道不需要好好检讨一下 他们都不对 可是我呢 有没有什么事 我应该更成熟地来面对的呢 都 而在约瑟的身上你看到 他每次说一段话 就把十个哥哥一起得罪了 第二次做梦 连爸爸都得罪了 所以 不能只是怪别人 如果只有一两个人 对我不满 那可能是立场不一样 如果有一半的人 对我不满 可能是 有的人是 跟我同样的角度看事情 另外一些人 可能是不一样的人 可是我周围 所有的人都对我不满 我可不可以 求上帝给我一个智慧 让我看看 他们该改什么 不是我的事 我该改的 就是我自己的事 而在约瑟的身上 你会发现说 他哥哥们对他不好 爸爸却很喜欢 我不知道我们周围 有没有一些人 你的主管很喜欢你 可是同办公室的人 就看你不顺眼 或者有一些人 很会跟同事相处 却不会跟你的上级主管相处 恐怕我们要一起来学 像什么人 做什么样的事 不是虚伪 而是懂得 用对的态度 去对我周围那些 对的人 今天你知道 Toyota